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国际优价上涨 续创近三年来的新高 但OPEC加却陷入危机 沙特与阿联酋争端加深导致增产协议搁浅 原定会议取消 新会期也未定 沙特以疫情为由 限制公民前往阿联酋旅行 阿联酋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提高产能 因此希望增加产量 争论的核心是产量极限 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极限来衡量其产量增减 数字越高 可开采的石油就越多 目前的OPEC加产量协议 一直到2022年4月为止 但阿联酋希望提早提高本国极限 目前的结果是 沙特与阿联酋将公布各自8月原油供应价格和供应量 市场对于失态可能失控的担忧情绪 显而易见 目前 OPEC加随时可能重启谈判 可能出现下面三个结果 第一 达成妥协协议 给予阿联酋其他利益作为补充 增产按照之前的预期 这种情况下 供应前景趋景 会继续推动油价上涨 第二 达成妥协协议 满足阿联酋的要求 但这个会开了一个坏头 其他国家也会效仿 届时美国国家都可以进行谈判 重新划定基线 所以可能性不大 第三点 没有达成协议 阿联酋退出 OPEC加封链 去年年底 阿联酋就提出了退出OPEC的想法 若有国家退出OPEC 价格战必然打响 各国争抢市场和加大产量 导致原油价格下跌 全盘结束 这种情况可能性也不大 美国方面 拜登政府敦促OPEC加找出 折中增产方案 美国的石油产量一直稳定在每天1100万桶左右 随着油价的上涨 一些公司增加了钻井量 但大多数公司并没有扩大产量 部分公司面临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 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也在上涨 这个对于通胀是不利的 拜登是不喜欢的 对于中期选举是个被攻击点 再来看美伊会谈 一旦达成核协议 伊朗可能很快就会重返石油市场 伊朗称 原油产量可以轻松地提高至每日600万桶 如果最终美伊谈判泡汤 按照目前的增产节奏 OPEC目前的中期目标是逐步增加到每日200万桶的产量 那么第三季度全球原油市场 日均供应缺口仍会达到300万桶 所以美伊会谈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关于美伊谈判 目前并不乐观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再次升级 美国政府以伊朗违反制裁为由 关闭了36家新闻媒体使用的网站 这可是降维式网络打击 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和核心服务器的掌控者 全球13个服务器中的10个 特别是唯一的一个主根服务器就在美国 所以如果美国愿意 技术上可以精准抹掉自己想要抹掉的所有特定信息 尽管国际域名管辖全民意上独立于美国政府 但美国仍然可以进行司法管辖 这或许是美国对伊朗新总统 8月份宣誓就职之前的极限施压 美国政府此前表示 谈判的时间越长 成功的机会就越小 这里多说一句 这种网络力量并不是只针对外国人 对于本国人其实更加方便 6月30日 微软公司负责用户安全的副总裁汤姆伯特 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爆料 美国联邦检察官近年来向微软公司 签发了约2400至3500份保密令 可以获取微软用户云端所有数据 例如某人的邮件内容 从最大的需求果中国来看 如果每一谈判破裂 2021年下半年的石油购买量将削减 这部分供应将从伊朗的进口来弥补 估算大概每天从伊朗多增加100万桶的供应 另一个需求国印度表示 自己非常有信心应对疫情 会加大开放力度 同时希望OPEC增产油价下跌 另外 虽然新闻中一直在说储油量在不断下降 特别是美国原油库存 以路德连续第六周出现下降 但总体而言 全球石油库存依旧保持在高位 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短线 银行和对冲基金押注油价将继续上涨 适度的涨幅和增加供应 不会大幅压低油价 航空公司正在为航空旅行的增加 而储备更多的燃料 短期 大家都继续押注OPEC家可能会对石油市场 采取保守的态度 避免过多的增加石油产量 压住延长减产协议至2022年4月后 上面说了那么多油价 其实油价上涨对股市影响是比较大的 消费者支出已经开始放缓 财政刺激的效果可能会在9月底前显现出来 从杂货到汽油的价格都在上涨 这可能会导致消费和旅行的减少 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的收入和潜在的收益都会减少 市场已经对这种情形有所担忧 另外 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上涨将是一个警告 美联储可能加快紧缩步伐 对于通胀 历史上 金融泰党保罗沃尔克是当年治理美国通胀的狠人 在卡特和里根总统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 以与世界为敌的勇气 通过强硬的货币政策手段抗击通胀 将美国从持续反复的滞涨泥潭中拉了出来 缔造了利根大循环 如何做到 沃尔克虽然身居高位 却在华盛顿租房子住 手握大权却名下没有什么财产 没有任何计判 所以敢于整个华尔街为敌 格林斯潘称赞他 是过去20年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罗伯特索罗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 但无论是保罗沃尔克 还是20年前的格林斯潘 对于联储政策 大多数时候都是三间其口 政策出台都比较出其不应 而如今的美联储鹰派 中立派 鸽派 大致三封天下 似乎表现得更民主 对市场反复解释自己的政策 每个人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真的比较少见 目前 标普白指数连续多日创历史新高 为1997年来首次 可见 很多人赌美联储下不了决心收水 玩最后一把的大有人在 富国银行发出警告 加倍强调大科技风险 呈清算之日即将到来 该公司的股票策略主管 敦促投资者考虑到与利率上升有关的风险而获利 他预测 这可能发生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 或者初秋 大幅逆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利率上升将为势头强劲的成长股的两位数回调 创造条件 其后果将影响更广泛的市场 美股再这样涨 科技界的高富帅们的后院都会越来越不稳 他们都是去年的疫情受益过 今年经济重启 却继续率创新高 传统势力老大不满 随之而来的监管和反垄断会愈加激烈 即使是公司和股票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定价过高了 仍要准备随时离场 如果使用跟踪止损 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个离场策略 并坚持执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面和大家随便聊聊 和经济基本无关 Delta病毒正在加速蔓延 其中一些国家日均新增病例成两位数增长 有专家预计 在两周时间内 Delta变种可能会成为主要菌株 疫苗是唯一的方法 不过 从接种最好的以色列来看 以接种者的处境 可能比自己原以为的要危险 以色列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互人疫苗在该国民众身上发挥的有效性 在不知不觉中 从94%降到了64% 原因是Delta变种开始流行 从日增病例各为数 到日增超过300例 达到三个月最高水平 重症患者人数也同时在增加 但还在可控范围 目前的解决方案就一个 需要第三剂疫苗加强免疫 英国方面表示乐观 约翰逊宣布 7月19日结束封锁 鼓励民众不畏艰难 学着与新冠病毒共处 美国防疫也进入新阶段 开始为动物打新冠疫苗 首批是园内大型猫科动物 下一批则是灵长类动物和猪 一些动物员表示 宠物猫狗也在其内 提前部署更妥善的保护动物 根据盖勒普公司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 89%的美国人认为疫情正在改善 57%的共和党支持者 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 与此同时 随着旅行限制令的取消 美国的报复性出游已经来了 找一个小城或度假区短租 成了最爱的方式之一 相关地区的爱比营预定需求暴增 佛罗里达州的几个城市 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奥兰多地区因为有几个主题公园 而很受欢迎 比如迪士尼事件 海洋事件和环球影城 都对游客开放 夏威夷仍是许多旅游目的地的首选之地 拉斯维加斯赌场入住率接近80% 总之 稍微热门点的地方 简直就是人山人海 硬把国家公园挤成了迪士尼 除了大众旅游 会员俱乐部一些特别活动 南极之旅 180天环游世界 豪华邮轮的顶级套餐 大部分都不超过一天之内就受请了 随着小长假周末结束了 交易员们回到了他们的办公桌前 有些人带着宿罪 有些人则充满了活力 无论如何 该开始工作了 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